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的兵国上书在明朝有大司马的尊称 而普制的由来则是水边小州 故称司马普 相传司马普六世自宋朝圈居至普建 时至明朝又圈居到这里的水边大与草辽居住 防衍生息 历经数百年的防衍 忠诚一方记足 西夏村六世八基于五威郡 今天的五威位于甘肃城五威市 相传东汉时期 汉皇帝黄峰 廖氏先祖 廖子江为佐政国大将军 正守在河西走兰一带 而后发展至唐朝依旧威名显赫 后代廖氏族人都是以五威为唐号 一直沿用至今 很多人都在问我 为什么最近没有更新 其实最近啊 因为受这个天气影响 还有我本身自己这几天也是感冒了 所以就没有出来 在我身后这里 这里就是廖氏大宗池 其实这间廖氏大宗池 我上次已经有拍摄过了 只不过上次拍摄的时间是比较早期 就是我刚做自媒体的时候 但是我现在想要飞无人机啊 可是天空又不做美 又是下起雨来了 所以没办法 只能是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廖氏大宗池的一个外部情况 西夏村地理位置 独天独厚 南有望母良田 北有江河入海 正义了一句古话 此次无从原山谷之险 却有安静得月之风 农月商业发达 所谓的南里有 中明顶时之家 北都有 云发上海之史 传来车往 纵红交错海路程 可见一方随途风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